這次汪少菲 在11點06分 前一分鐘前 傳給我的信息 不要繼續爆料了 我這邊什麼能做的 你可以跟我說 狗仔在爆出櫃使女 活得精彩 汪少菲懺悔 做了一生最後悔的事 我最受到消息 剛回住院 我推測也有可能是氣到了 謝謝 我剛剛從一家回來 我可能有點虛 有點憔悴了 對不起您 今天影響您的視覺享受了 天啊 媽媽的九條命 都快被汪少菲給消耗光了 戴絲去年11月宣布離婚後 處理態度始終低調 中國網友大讚她是體面人 反觀的汪少菲頻頻被爆料 婚內出軌26歲女性張盈盈 我跟兒子做人做事 不是那麼臥雜 也不是那麼缺德 沒底線的人 哪一個男人從外面 然後狗仔葛思琦 就把汪小菲推上涼山了 封上酒後與妹子的交成咒 阿伯泡成渣渣的汪小菲 30號更在微博暴走 指控大S長期不用偽禁藥物 每月還要我給藥方100萬的台幣 可是她也是 過半個兒子啊 S媽為此哭著懇求 我之前那麼袒護她 她這次講得太過分了 請她留一點口德吧 西元生了兒子之後 電腺復發 長期吃抗電腺的藥 也因為壓力太大吃醫生開抗壓力的鬆弛劑 這兩種藥呢 都是醫生開的藥 不是偽禁品啊 至於汪小菲在意的那100萬 S媽表示 這錢是拿來付小孩的生活費 教育費 不是單獨給西元的 肚子十萬兩一張大 很短話啊 But 汪小菲沒多久就刪除貼文 只留下這則替自己澄清 與我商談離婚為去年2月份的事情 不好意思這些照片全部出片 都是在6月之後的事情 之後事態在此向大家道歉 財妹狗仔說的出軌 多位女子更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你真的對你做的事情 是完全變妄的 汪小菲去年9月活得非常厲害 這些東西我都已經很明顯告訴你 就是有5位 其他的10位裡面 不只有大陸 還有 過去張瑩瑩也在微博上面 曾經說過 光小菲跟我沒有那麼關係 但是他跟很多女孩都有關係 其實這件事情壓了 大概也快要半年了 那我沒有丟出來 是因為我覺得人家都已經不分了 那沒有必要再做操作 但是這一次 他直接跟狗仔嗆聲 直接說P徒造謠 你直接我覺得 不能這樣被補禮的 所以當你要告我的時候 我歡迎你告我 你不告我 其實和解不和解 也只有他跟大S 還有張瑩瑩 還有他媽媽的問題 他跟我沒有什麼合結 或是說話 你說我仔細烏有 那我就證明了 我公開這A的證據之後 大家就可以 不太清楚了 我覺得大家也累了 王力宏現在都在休息了 王小菲還在進去逃 太辛苦了 你知道昨天在熱搜上面 12名裡面全部都是他 然後小菲的人生高峰 就是這麼高 厲害了 王小菲根本是在熱搜 綁寫自傳了 網友還下了驚涕的註解 陳建州打他 張瑩瑩刪他 大S始終不理他 被嫌棄的王小菲的一生 那呀可惜了 當時沒把他給刪死了 A few moments later 王小菲道歉了 昨天因為我的意識衝動 令我做出了一生中 最後悔的一件事 我對西原孩子們 許媽媽深感愧疚 這裡再次公開地向他們道歉 讓網友們看笑話了 我希望在之後的時間裡 能夠盡量彌補這些傷害 除了孩子的相關事以外 也不會再打擾到西原的生活 我沒有哭寶寶 沒有哭寶寶 為什麼要哭啊 高興還高興不過來呢 每天 我沒有心事 我就是今天累了 昨天都沒追播了 對 今天早上回來 我一上播呢 就把這個 出血的這個膠布給摘了 感覺我心情不好 沒有寶寶 我剛吼一呢 出了800 800 剛抽完血 還打了點滴了 還扎了針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夠相互理解 昨天我奶奶同期 我家是半槍住的